大家好,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車仔報價夏蘭特遭拒絕 據伯恩體育報道 上星期車路士向艾玲夏蘭特 作出1.25億歐元的報價 但被多蒙特拒絕了 五辛賽季即將開始 如果放走艾玲夏蘭特 多蒙特認為他們沒有足夠時間 造建一支有競爭力的球隊 爭奪歐冠聯的資格 根據多家媒體的報道 艾玲夏蘭特的合同裏 存在7500萬歐元的解約金條款 但那個條款要在明年夏天才會生效 屆時這名拿威選手 可能會以這個價格離開多蒙特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拜拜